据了解,整个研发团队由哈公大卫星所的老中青三代组成,成员平均年龄30岁左右,年龄最长的指导教师,已经在研究卫星领域工作20多年。 最年轻的成员是哈公大的博士生,本项目为卫星总师孔献人表示, 学舰级任务中,重量,体积的约束也很大,本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但是在黑龙江省政府,哈尔比工业大学,航天学院的支持,以及团队努力下,最终实现了卫星的低月转移,进月制动,以及环月飞行,这是一个以宇宙为背景和前景的成功。 长俄四号终继新任务的大一代机会,为哈尔比工业大学,真正进入深空探测领域,提供了机遇。 本项目副总设计时董猎人说,意义重大,目前,国际上一,30兆赫兹频段的探测数据比较稀少,而龙江二号能够获取一,30兆赫兹频段,全天空操场波幅胜浮,在地球绕太阳的大空气区域内,进行普测量。 几类重要的基础数据,能够在月球轨道不同位置,包括月球背面,正面的进行普测量,获得普浸息的变化特征。 特别是月球背面,可以有效遮挡来自地球的电磁辐射,可以获得更有价值的超长波探测数据。 由于绕月尾道,月球者倒面较大,你年内有多次演员探测机会,可获取低频段珍贵的数据,进行低频辐射特性的探索研究。 据悉,龙江二号已成为全球首个独立完成的月转移,进月制动,还月飞行的微卫星,也是全球首个由高效独立研制,完成还月飞行的探测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